哎 我们来看这边这个三轮车呢 哎呦我去啊 这啥长那么丑 哎 这怎么像那个 两广的广东广西那边的那个炒作挺火的叫五红泉 这个是那个叫五红泉吗 是吧 这玩意不便宜吧 不便宜 多少钱应该得啊 嗯 在我买下那个小的可以拿一个小的 小的 啊 四万块钱买的也是个木工 十万 四万 是不是欢乐豆啊 不是打麻将 真金白银 哎呦 谁买的 在厕所买完的和日南的 你儿子花四万 啊 爆来的 我的天呐 这寒泪挣了你三万多 我的天呐 这玩意 这两年炒作的挺厉害的啊 五红泉 五黑泉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说实话 咋说呢 我这我也不好评价他了 因为沛仙这边这个狗窃子比较少一点 一般都在广东和广西出的比较多一点 小型猎犬 小型猎犬 有长毛的和短毛的 这说实话 在网上我见的比较多 现实中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了 那你这 这个小狗卖 卖不卖 啊 卖吧 呀 他这小狗卖不卖 不卖 哦 这老爷子当家是吧 这是家里还有没有小的 等到再有小的时候卖不卖 再有小的这多少钱个 五千块一个 五千 你二十四万买的 你就五千给他卖了 小狗 刚刚小姐姐说就是这比他大一点 会吃神 一个月都两个月 要五千 我的天啊 那要的价格挺狠的 因为这个狗我研究也不是特别多 有没有懂的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吗